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上個禮拜天我去參加了 學翻腳兩棲越野跑比賽 拿到分組第一名 跑了15.7公里 可是我覺得後面的酸痛跟後面的淚 感覺跟跑一個全馬42公里差不多 今天是第三天我還在酸 我發現跑平路還有跑山坡 不管是上坡還是下坡 這都是用不一樣的肌群 所以我覺得無論你是想要越野跑 還是喜歡爬山 都值得聽聽今天馬拉松治療師 士奇要跟大家分享的 收短收縮 還有伸長收縮的訓練 歡迎來到馬拉松治療師的訓練教室 在前面兩次我們學了腳掌腳踝的運動之後 接著我們往上的關節 我們講到了膝關節 膝關節它雖然只會往前往後踢 可是膝蓋我們有零度 十度 二十度 這樣不同角度的運動 平路跑 上坡跑 跟下坡跑 所運用的角色也會不同 針對這些不同的訓練 我們肌力到底要如何去建立呢 那今天我就用LX 來跟大家做一個示範 如果平常我們在跑上坡的時候 我們就好像 踩樓梯往上一樣 現在我的膝關節會從 彎曲大約二十度 到彎曲五度 重複的二十度到五度 重複的二十度到五度 那這個呢在我們的肌肉收縮上 它的表現叫做縮短收縮 那另外當我們上坡完了 總會有一個下坡的機會嘛 那現在如果是下坡的時候 我們一樣看右腳 它會從五度到二十度 會做很多的五度到二十度 會做一直重複的五度到二十度 我們這個上到下的叫做 伸長收縮 叫做膝關節不濕頭肌的伸長收縮 所以我們在上坡的時候 其實會做很多縮短收縮 在下坡的時候做很多伸長收縮 縮短跟伸長收縮的變化之下 其實肌肉所需要的訓練方法 跟做的表現就會不同 因此我們在做肌力訓練 控制訓練的時候 其實必須想到這些不同的元素 然後也會因為 你要去做這種三勁有上下坡的時候 我們所蹲的深度可能就會不同 像我就會建議 如果你要練三勁的時候 其實你要想到 我們有一個往上站的練習 像這樣往上站的練習 初期我們就是用不平穩的平面 然後去誘發你懷膝髖關節的縮短收縮 縮短收縮 然後是從20到5度的 那如果你想要增加一點難度 今天我用弧靈放在對側的方式 做一個示範 我們從20度到0度或5度 20度到5度 雖然它是膝關節 可是其實我們的懷關節 膝關節髖關節同時都會被誘發 縮短收縮練習完了 其實我們也要練一樣的伸長收縮 往下 我們可以往下 對 我們可以往下 那同時你也可以就站在前面然後做一個 往下的動作 往下的伸長收縮 當然如果你沒有ALX 你可以用一般的小階梯 樓梯去做這種練習 可是ALX因為它本身有一個不平穩的效果 所以在我們物理治療的思考上 它認為說一個不平穩的平面 容易誘發更多的小肌群 那這些小肌群 在幫我們控制上 可以扮演更好的角色 它不會讓我們力量太過的發出 而是循序漸進的出來 循序漸進的出來 其實對關節的穩定啊 對運動的表現都是比較好的 對運動傷害的發生率也是有降低的效果 所以因此我們常常會建議 如果能夠備有這樣的不平穩平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常除了單腳站之外 我們也可以試這種 站在上面做的運動 如果您覺得裸泰士奇為大家做的影片有所幫助 請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訂閱追蹤 這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鼓勵 您如果需要買很棒的瑞士ERICS 平衡店 你可以到我們生活不倒翁的網站來購買 記得在留言的地方幫我們輸入好喜歡你們的影片 我們就會多送一個小禮物喔 另外要特別感謝跑者基地 讓我們使用他們的場地拍攝 這個地方非常棒 有很棒的師資 有很棒的器材 我也是在這邊訓練的 特別推薦給大家 謝謝您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特別感謝 在我們說 warmth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